第十五奖 今天是第十五奖 接着上次奥野第六奖 还剩一点 不多了 所以今天会比较轻松 咱们从这里开始讲 先走一遍 紫月知者乐水 人者乐山 知者动 人者静 知者乐乐 人者受 这段话至少有两个地名 都出自这句话 有个乐山大佛 知道吧 就是这个乐山 有个人寿县 人寿县 听说过吗 人寿县呢 在四川 在四川 对 你看这个 论语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 人名就更多了 这个地名就更多了 那这在说什么呢 大家从字面上看啊 智者 文语里面没有智慧的智 一里写的智识的智 我们知道这是通假的 那会儿没有这个智 或者说还没通行这个智 就是智者以水为乐 人者以山为乐 喜欢山 那智者呢 是比较爱动的 人者是喜欢安静的 智者是快乐 人者是长寿的 那从字面上理解这样 那这是不是说智者和人者这两种不同的人呢 其实我理解不是这样 智者和人者它是人的两种基本的品质 应该还再加一个 就是永 空子不是说人至永 这叫三大德嘛 人者不忧 勇者不忧 智者不惑 对吧 所以他说的是人和智这两种品德 那么要拿一种什么物相来比喻它呢 就用山和水来比喻 是这样 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比喻说这个水和山 它最大特性就是一动一静 所以你看这个人 智者就动 人者就静 还有这个乐和寿的问题 很多人对这个忍者寿觉得说的不对 说这个忍者就长寿 说言回也是人者但是短命 这个当然不是这样 这个长寿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了 首先有天命 其次物质生活条件 那言回呢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但是没有得长寿 但是从总体上讲 一个人天天在这高心斗角的 天天忧愁 天天这个什么 犯愁 能长寿吗 不可能的事 非得是这个忍者 因为忍者呢 他就忍者不忧嘛 他没有忧愁 从总体上讲确实是这样 这句话说的非常对 不过我今天我想讲一讲什么呢 就是 这是中国哲学里面 或者中国文化里面 一个典型的一种模式 就是拿一种有形的东西来比喻那个无形的东西 就是 你看 一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一经那些东西 你要想让大家理解 你必须把它有形化 就是你得有像 你得说这个东西 他说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个像 所以 孔子不是做像传 一经的十一里面 其中有一个像传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孔子做的 为什么叫像传呢 就是一经里面讲的道理太复杂 太抽象 那怎么办呢 我给你说它对应到一个什么东西 比方说 钱挂就对应天 昆挂就对应地 迅挂就对于风 等等等等 更挂是山等等 这样 对于那个之后 你就知道这一广所说的 就是那个 对应那个东西的那种品德 好 那么山河水 有什么品德 咱们看一个 这个 在孔子家里里面 记载着这么一件事 这个叫做君子观水 咱们读一下 孔子观以东流之水 子贡问语 君子所见大水 必观焰 何以为 啊 空子看着水 就在那看 然后孔子就问 诶 为什么看见水就在那看 空子对于 以其不稀 且便以诸声而不违也 夫 水似乎得 说这个水奔流不息 并且变以诸生 就是所有的生物都离不开水 所以它是变以诸生 而且它也没做什么事情 它就不为 我就是把水提供给诸生就可以了 我们也不为 所以这种品德就很像是人的德 然后其流也悲下 这两个字都聚机 聚机必修其理 此次一 水流的时候很悲下 什么意思 水往低处流 对吧 这叫流 首先说它很谦虚 水往低处流 这个聚机这两个字 说的就是遇到了曲折 河流 或者曲折 水从山上流下来都高地不平嘛 遇到这个时候 必修其理 什么意思 这个修其实就是寻 有另外一版本是必寻其理 哪个理呢 就是悲下这个理 就是水甭管遇到什么管软 什么勾勾卡卡 他也是遵循水往低处流这个理 所以这个像义 这个义的意思就是说 难道有一个总的原则 不能牵入这个总的原则 这就像水往低处流这个理 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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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无趋近之期 浩浩浩浩浩 浩浩浩浩浩 好像没有什么时候流进 的那个 那个那个 commission 这是那个蜂蜥 哈哈哈 还还关不了 我刚才读 tv 她还还关不了 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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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采 道就是一种没有时间性的东西 你看 我们说 它有引力定律 你说 在宇宙大爆炸那会儿 那个定律是不是那样 那也一样 那跟时间没关系 所以这个 水的这个浩浩无尽心就像道一样 流行复百日之息而不惊许 此岁有 甭管多高的一个百日之息地上的瀑布 你看 加拉大瀑布 那水当然就下去了 自由 质量必平之 此是法 水多了之后 自然就平了 所以这个就像法一样 一万水单平 一万水单平 对 当然人家说 它得质量 就是得有一定的量 它可以 你要不要说 地上撒到点水 那不会贫水 这个是 胜而不求钙 此次正 成也可以 反正就是 这个 这个钙是什么 这概念的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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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是古代的时候 然后 测量这个粮食 量这个粮食有多少 是用的抖啊 生啊 这种 那抖把它盛满之后 那怎么算一抖呢 把它装满之后就挂出间来 然后拿一个木板一挂 挂平它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抖 那个 刮的那种粮食就叫盖 所以说 什么叫概括 概括现在是 它刮 你看 这个粮食从木里 这样 所以这个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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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也好 盛啊就是说 把它 把它倒倒倒倒倒满了 倒满之后 你不用刮它 自然就贫过了 所以这个呢 像正 对啊 然后 绰约维达 此次查 绰约 风姿绰约 就是体态优美 这里形成这个水 水流 体态优美 维达 就是无孔不露 水到达的地方 它都会进去 它不会漏掉一个孔 所以这个呢 自查 就像这个 判案子 要明察秋毫 你怎么就像水的呀 只要 只要有一个洞 它一定能够进去 发源必东 发源必东 此次智 从 这个源泉流出来 一定是往东流 当然这个是站在中国说了吧 这就像智 这就像智 你看这形容多像 是吧 是吧 我这个有一个智相在上面 我就做什么事情 我也是奔这个智相去 以出以入 以出以入 万物就以化洁 此次善化以 什么叫以出以入 就是在水里边 衣服脏了 在水里边涮一涮 涮一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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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来 两肝 这样的话呢 万物就化洁 就干净了 万物只要在水里边 一出以入 进去诸书在那头一头 所以这个像善化 就像人教化一样 教化人一样 我们进了孔子的学堂 出去就是一个君子 就这样 水之德有若辞 是故 君子必观也 因为水有这么多的品德 所以君子看到水 一定会观 这个在中国哲学里边 它全部就是把这个品德 要用物相来给它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而且你看这个 说的这个句句 不在理 句句 句句在理 我们还讲过射箭 在《礼记》里边记载 君子为什么要练射箭 就是因为射箭呢 你必须得自己身正了 你才能够射中 你要射不中 你也不能赖别人 你只能赖自己 所以这就是一个君子品德 叫做返球诸己 对吧 对吧 只有射箭有这个 没有人要拳击 那就不是这样 对吧 你打球的都不行 对吧 要看对手的 那你射箭你根本让不了别人 对吧 就这样的变射箭 你看 一样的 这种相思维 有人把这个叫相思维 那么这个就是容易出现同样的相 但是解释或者强调的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道德经》里面他也讲水往地处流 水可以这个叫功成不拘 也是就是有水的这个德 对不对 但是他可能会 他比如说这个志向这一块就没有 对 那韩非子也讲水 对 但他可能就强调那个法的那一面 对 所以同样的相 这个不同的派别 可能他处理找的东西也不一样 但像这一块这么全 就是少有的 没错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就是这个 孔子看水 他是把那个方方面面 当时全部 考察遍 他得出这个级了 也许我还比重量 但是我觉得他还蛮重要的 就是做了好事 不是不想 但是他变成道理 对 变成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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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社做了好事 不要让变成道理 变成道理 一般人都想讲一点 我做了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 他往地往地跑 所以他到了最低 他又蒸法 到天上别离 别万人之上了 万人之下 又经过一个轮回 他又到最高的高点 低更高呢 是统一的 他以为最低 他又跑到最高了 还有一个呢 他Adaptation 他那个适应对方的 帮你寻找 帮你高柔 他那个水 对 对对对 就是 你是什么形状 他就是什么形状 对吧 对 他已经刚来重建 对 西方呢 他好像就 比如柏拉图 他那个 他就不用水 他说 他用太阳 太阳也是便于主生 但是呢 罗素好像 他就认为 他说 还是道德经比较好 因为 你这个太阳是普照万物了 但是 你认为 这所有东西都是由太阳产生的 这个就由 后来跟上帝就连到一起了 他还有一种工程 能有居的 这种感染 这个是 我说中国哲学里边 是用这种比喻的方式 其实中国这个文字也同样是这样 文字这个 因为它是象形字嘛 所以你表达什么概念 也得是用一个有形的东西 然后用这个有形的东西去比喻那个 去象征那个去 比喻 我以前讲过的 这句子 它是这个君 君主的这个君 这个君实际上是针 实际上是 一根针 然后一个手 拿着这个针来扎针 它是把这个君 敏 这种关系 比喻成 大夫跟病的那种关系 这样 这样的意思 还有 我上次讲那个 行 这个行 这个行 这边实际上是井 行就是我们不管它的内容 只管它的形状 那你怎么 怎么表示 我说的是形状 不是说的内容呢 就是用井 因为只有井是这种情况 井这种时候 它只有形状 它没有内容 对吧 井因为空子 空子那边就叫井 这种办法 不要以为这是造字的特例 这是很常见的办法 不管是这个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 这个词语 这两个面上是结果 这个事情有了结果 那结果的果 这个果不就是苹果 这个水果的果吗 就是结了一个树上 结了一个果子 对吧 对吧 这也得是用一个 能够看见 不能找的东西 在表示 投向 那这个行 它是井 它井里面有水吗 没有水 它也是井 那矿井里面就没水 对不对 对不对 再加这个三撇 再加个色彩 对 这个三撇就是文 所有加三撇的 都是表示 这个东西对它的外表很重要 可是跟它的内容 没太大关系 都是表示这个 比方说 对 刚才说那个色彩的毯 这个颜色 实际上是 我们就关心它的外表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它又是本质 那它并不重要 其实就是人外表 我们画一幅画 其实就是颜色不同 对吧 它的背景 颜色跟你画的类似也不同 不是井是加色彩 不是井是加色彩 所以这个是干个文 对 上次你讲的 你讲的 跟这个外表有关 就是 它说的就是那个 我上次说的文和智 文智彬彬 就是真在说 文的 对 那这个形 形跟是加起来 形式 它为什么练习得起来 是 对吧 这个是吧 我说那个是里的是 这个 对 形式练习得起来 那个 一个 做工的能力 对吧 这个形和这个式 这个形也是 你要说这个 弓箭 我把它拉开之后 它就有做工的能力了吧 它就有个式了 它这个式是从 它变形来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形和式是可以 连到一起的 对啊 对啊 那 这个形和这个式上可以连起来 对 那这个式是啥意思 我们现在讲式力 式力 反正有能力吧 对 对 就是可以做工 对吧 它也是形式 也是说你有能量 有能力 对 也是类似的 对 它是通过它的形状的改变 才产生的那个做工的能力 所以这个形式 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讲这个汉字呢 我去年花了一整年时间 就在这个报上 写汉字道地 那今年呢 它那个中国版取消了 所以它说 那个版没了 你给我写《论语解读》吧 我现在忘了写这个 《论语解读》 没礼拜五的这个 版面上有我一篇文章 就是解释《论语中语》一句话 我不是解释这句话 什么意思啊 我都选的都是很容易懂的 关键是 它后面那个意思是什么 也比方说这个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这句话 然后我就写了这么多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都市报 都市报 星期五的这一餐 你有意思 对 可以查一下 那这个形式 那您说这个是的话 那你顺便解释一下 这个是 那个人论识 解释啊 跟他练细是什么 这是 这是要从这里解释 要从这里解释 从这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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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容易理解 公就是公将 就是木将 这个 是吧 这个是什么 论语里面有这个字 叫做 子调而不刚 义不射速 这次读义 就是 实际上是拿 带 带 带那个县的 那个 弓箭 来射鸟 所以这是射的 但是 它实际上的本意 就是这个 它实际上是 它是 这个呢 是一个 竖刹 一个 一个竖 一个开刹的地方 那开刹的地方呢 那 那 古人呢 要 打野兽的时候 拿石头啊 追他 这样去丢 丢 可是你那个手 这个 这个 手臂 就这么长嘛 所以你丢不远 你要想丢不远的话 你怎么办 你找一个 木头 然后 弄一个刹 那个刹的呢 加一块石头 你正地甩出去 它就 偷得很远嘛 这种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 一个竖刹 这个就是 夹了一块石头 所以 这个 就把它引伸成什么呢 带 就是你拿那个木棍 去代替你的 手臂 你夹了一截嘛 对吧 所以这个 实际上 最后 我们用它的时候 就是用它那个 代替的意思 这个工匠 比方说木匠 木匠 要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先要有个样子 那个样子呢 并不是真正 最后要交给那些的 那是 给你做参考的 那个参考也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这个一个家里 也可以用那个纸 做一个 比方说做鞋 我们在这个时候 都要弄个鞋样 对吧 那是鞋样 然后你 才子说 你用鞋样来比上 就那东西是个代替的东西 不是真正 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 那个就要是 跟那个样子 来参考 那东西只有形 没有本质 你那个鞋样 你不能拿它去穿 对吧 所以那个就是只有形 所以这个形 跟那个是 可以联系的 行是 你看 就是这个 反正在这个字 就是这样的 不要这一瓶 有这一瓶就是 你那个 你那个 哥 没这一瓶的 就是 指的那个代替 代替 它有没有指的 就是代替 哎 很巧妙这个字 你可以说吧 这个字编的 哎呀 我是说 真的 中国这个字 你要是仔细研究 太有讲究了 全部都是 用到这套词楼 找一个东西 来把它 来把它 象征出来 啊 贯穿始终啊 就是 这个 用鄙夷这种 方式 来解释抽象概念 是 中国文化中 贯穿始终的 我们看下一句也是 是 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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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不孤 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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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 酒杯 古代时候 一种酒杯 这个 这个 你看这有个角 里面有个角 说明它不是圆的 它是有四个角的 四个角的那种酒杯 而到孤哉 那会儿呢 这个 孤这种酒杯 就 没角了 就做成圆子了 或者 做的 那个角不明显了 我们见过 那个 诀 也是一个角 是吧 喝的时候 你得小心 你还不能说 像这个杯子 我端上去喝就可以了 那个就不行 你得 对着那肚子 在那喝 是吧 可是到孤哉 那会儿呢 那个就已经 弄得圆功功功了 所以 这个孤哉 这个孤呢 已经不孤了 这个孤就是有角的意思 第二个孤就是带角的意思 说这个 这种酒杯已经不带角了 这个 这还叫什么孤啊 那孤哒孤哒 感慨 说这还叫孤吗 这样 这得说啥 有人说 这是 孔子不是讲明不正的言不顺吗 说这个东西已经不带角了 就不能再叫孤了 是吧 这是证明 其实不是 有人解释说 这个 你想想他 为什么 捕人们要把那个 那个酒杯做成 有棱角的呢 这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 你做人要有棱角 你不能够 是 一团和气的那个 那个孔子把那个 就提醒这 相怨 是吧 就是你 你该坚持原则 你要坚持原则 你该怎么 所以这个 叫三君可多帅也 匹夫不可多质也 那就是那个棱角 孔子说 你看 人家做那个 发明那种杯子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一个棱角 可是你现在没有棱角 那是不是这意思呢 我觉得是能讲得通的 是吧 我觉得 就是用 还是用 一个 实际的事物 来比喻一个品质 应该是 跟刚才说的 水那个是同样的 有没有什么间谍 我觉得 那你开始 为什么要有这个棱 那为什么 要放进这个棱 做的是 是啊 做起来又复杂 对吧 又不好用 干嘛还要做妹啊 寓意嘛 就是 比喻人品德嘛 也得有棱有家 对吧 是 挺有人也 其从之也 其从之也 此言 何为其然也 今子可适也 不可欠 可欺也 不可望你 这是最挑剔的学生 在我 叫南维 说 一个人者 如果有人告诉他说 井里边有个人 井里边有个人 井有人焉 有人把这个人解释成 就是通那个人 一匹一辆那个人 井里掉下去了一个人 就这意思 也有人说 井里边掉下去了一个好人 一个人人 这样子 无所谓吧 这个倒不是太重要 关键是 说 假设你去告诉 这个显然是说谎 就是谎称井里边 掉下去一个人 那你作为一个人者 你是不是也跟着 也跟着跳下去呢 你得救他呀 对吧 你是不是也跟着跳下去 其从之也 要不要 人 要去 舍己救人 去 跳下去 孔子怎么回答呢 何为其然也 说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君子可事也不可现也 这个是 应该是说 此 我觉得此是可以的 君子是可以牺牲的 可以牺牲自己的 但是 你不能陷害他 这个陷害显然就是说 他死的不值了 对吧 你不能是用这种方法 让他去死 但是真的死是没问题的 你不能用这种 可欺也 不可亡也 欺就是欺骗 君子是可能上当的 但是 不可亡也 这个往是什么 往是 用一种 当然也是隐瞒 遮蔽 这个 但是是 是为了一个 坏的目的 来隐瞒 不是这种善意的撒谎 是吧 尤其是 就是为了用 用了这个私利 作为用儿 来让你上当 这样 就像说 那些诈骗案 都是这样 对吧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还有很多人 哎 地下捡了个光 一看 一打一打钱 怎么这么着 咱俩分 怎么这么着 哎 捡了个金戒指 哎 这个 你给我五百戒指 就知道归你了 就这种 对吧 哎 这得好几千啊 对吧 就是 这种方式 那得叫往 踢君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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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巴巴也是踢的一个 但是他是有那种 非正义的 所以孔子说 你去广城井里边 掉下人去了 你去骗君子 君子有可能上当 但是 君子是不可能 说 哎 我这捡了个金戒指 打两分 你给我五百块钱 那接着跟你 你君子是不可能上这种当 对吧 孔子说的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呢 孔子说的不够清楚 这个孟子 把孔子的意思 就 深入说明 他用了个例子 对吧 在万章 这个 这个 孟子里边 万章 这篇里边 这个 孟子举了这种例子 说西者 有愧生鱼 与正子产 那 从前 有一个人呢 给 正子产送了一条 活的鱼 那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大夫了 是号称春秋第一名相 这个人 这个人 孔子非常佩服他 比孔子稍早一些 这个人 那么 他会不会上道呢 我看一看 这个祖产呢 就让孝人去之池 这个孝人呢 应该是管那个池塘的 那个人 那个一个管理 小的管理 祖产就没舍得吃他 因为这个活鱼嘛 就说 交给那个孝人 说你把他放到那个 洋芋池里边去吧 那个孝人疼之 太吃了 吃了之后 他 反过来 跟祖产说 说 哎 这鱼我放了啊 食舍之 鱼 鱼 刚开始 我把他 舍 舍就是放到水里边 是吧 他是鱼 这个鱼 你看这个 框着它 实现鱼 鱼 这个鱼就是 监鱼 就叫鱼嘛 或者实际上是马棚 那个马 马圈 就叫鱼 反正就是进去你出不来 这样 所以这个鱼以言就是说 它就是无精打采的 这样子 这样子 因为关的时间太久了 少子 洋洋烟 哎 过了一会儿呢 这鱼呢 哎 就活动起来了 洋洋杂杂 不是洋洋杂杂 它就活动起来了 然后 悠然而逝 悠然就是很自如的 就 没影了 这个逝不是死的意思啊 就是说 它悠然就死了 这个显然不对 是吧 这逝就是它 跑了 游到水潮流了 吃水里边去了 你看 还有事啊 哎呀这鱼啊 我刚放进去的时候呢 哎呦 他无精打采的 啊 一会儿呢 就欢食了 一会儿 就没了 他跟宗产生说 宗产生说 宗产生说 得其所在 得其所在 哎呀好好好 这个鱼里面 这个鱼里面 它是这个鱼应该呆的地儿吧 所以叫得其所在 哎呀 他就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了 跟他说 好好好 这笑人出 就说 熟未资产至 谁说资产至呢 鱼尽烹尔石之 我都把那鱼给烹到 给你吃了 可是他还说 得其所在得其所在 你看看 我一蒙就把他蒙了嘛 对吧 他举了六个例子 孟子评诈的是吧 说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亡以非其道 这就是孟子这句话 君子可欺也不可亡力 就是解释这句话 是吧 你欺骗君子 你用符合当的那个去欺骗 没问题 君子有可能上当 你看这个 让他把这鱼放了 他说我放了 你看 刚开始 说得多像 合情合理 对吧 这个君子是 宁可相信 你说的是对的 对吧 可是 你是不可能以非其道 来骗君子的 就是 金戒指 咱俩分一分 等等等等等等 这种 不义之财 你们这种做幼儿人气 骗君子 君子是不会上当的 你看 其实 这段话是想说这个 孟子举那例子 也很形象 非常巧妙 说的这个 这就是说 现在 国内的诈骗 那么多电话诈骗 或者银行 这种诈骗 为啥 还是做不到君子 对吧 那个都是以 非其道 来骗你的 那你要上当的说明事 还是你的问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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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子与 君子 博学一文 约之以理 亦和以俘 判以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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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那这个呢 是说 嗯 君子 博学一文 这个文就是指的 那些典章 这些经典 约之以理 用理来用如此 这个理就是指的 周公之丁的周理 啊 这样的话 就可以做到 有人把这个判呢 理解成这个判 就是离经叛道的这个判 说这样的话 学之以 学之以文 约之以理 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就可以不反判了 啊 也没那么严重啊 这个判呢 不应该 简单理解成这个 这个 这个 反判的判 这个判 它的意思是那个田的边界 那就叫判 啊 就跟田有关吗 你家的地跟我家的地中间 有一个边界 那个就叫判 这个 用这个判 来表示越界 所以浮叛的意思就是不越界了 这个 应该是正确的 应该是正确的 对 今次通过学文 然后 学理 就可以做到 就是公子说那个 我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一举 其实就会 这个浮叛 就是不一举 这样就是 比较好 那这是说的 这一句 它是把这个博学语文放到前面去 好像在第一章里面 它是说 行有余力 分译学文 然后再去学文 这个里面可能在不同的情境 前面那讲法好像 你可能还没时间去认识学文化 但是一般家也先做好 然后行有余力 然后再说 那这个呢 你要读简章啊 这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去学这些经验 是 这个 其实是跟那个 不过 这个 尊重的人不同 对 因为那个是 弟子 路子 孝 对 他们不是君子 对 就是在他这儿学习的人 是先不教你们的 对 要先教你理的 对 对 就跟那个 学徒 你看那学徒 都是先 先帮着师父 做三年的苦力 对 对 那这就是这个 到这里呢 到这个层次之后的事情 是吧 对 对 很多小孩子取名都叫博文 对 我给我的孩子取名叫博文 一看好多人都叫博文 哈哈哈 四孟子五月 夫子始追 你所所者 天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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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隔了两个星期没讲呢 因为上一家讲了之后 接着讲这个就清楚了 他跟公子朝 四孟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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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空子去见他 然后这个子宫呢 就很不高兴 说 那么一个女人 你还去见他 对吧 空子呢 就 使 使就是对天发誓 这个使 实际上不是对天发誓 实际上就是 拿一根电 咔嚓一折 我要是做 怎么着就跟那电一样 就是这样 使之业 对 发誓说 于所所者 天焉之 说 我如果做了什么 不对的事 你想象的那种事 天焉之 让上天讨厌我 哎 没敢发什么毒誓 没敢让我出门让车撞死 天焉之 让上天讨厌我 对 我要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让天讨厌我 这样 那这个事呢 林以堂专门写了一话题 就叫 《见男子》 是吧 他说的这个男子这个名声不好吧 他也说怕hold不住 其实呢 在《史记》里边也特意把这一段写得更加详细了 至于《史记》里边他是从哪里得到细节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他又把它细化了一些 我们看看啊 这是在《孔子释迦》里边记载说 《灵宫》就是魏灵宫啊 《灵宫》 《灵宫》夫人有男子者 《史人》魏孔子曰 《四方之君子不辱,亦以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 这个斗号是我加的 通常这边不断 叫《四方之君子不辱,亦以寡君为兄弟者》 这样子 我觉得太长了 加了这边好像有的不太对 关键是这个 不辱的意思就是看得起我们魏国 想和我们魏国的魏灵宫当兄弟的 必定是要来看我们 寡小君就是指的王后 寡君就是指的国王 这样子 必定来见我们 寡小君愿见 说我愿意见孔子 他就是让人去跟孔子说的 孔子辞谢 孔子一开始也是 名声不好的,不要这样子 但是辞不掉 不得已而见识 然后见识后怎么见呢 夫人在痴围中 这个痴是那种戏葛部 是吧 反正是一种马可做的违障 两人叫面不是面对面 什么什么什么的 是隔着一个帘子 这样子 孔子入门,北面几手 进来之后面朝北 当然是座路 这个男主肯定是面南北北嘛 所以孔子进去肯定是面北北 棘手 棘手是双手朝地 头也朝地 而且还要在地面上停留这么一会儿 这个叫棘手 这是扩扩的方式 夫人自围中再败 男子在围账当中也还礼 并且是还了两次 再败 两次 怎么知道两次呢 不是有围账吗 看不见人吗 听声音听到 还配欲声求然 这个求本来也是欲的意思 但是在这作为欲发生的声音 身上带的那些零碎 叮叮叮叮叮叮响响响响响响了两次 声音他是还礼 还了两次 至于他说什么了 其实这里 这个 司马先也不知道 出来之后 宗族解释 无相为福建 这个相 是一个相 相就是我刚才 我本来是不想见的 可是不得已见的话 既然见了 那就得以理相达 我见了我就得 应该用个理解来见他 他解释他 为什么要行礼呢 那孔子 那个子录还是不高兴 然后孔子就发誓 一所投者 天也就得知 那这两句话是出自门 前面这个出自哪里 就不知道 反正是司马前解释了 好像挂着帘子呢 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是吧 这样的 底下呢他接着记得 就是 在魏国 大概有一个多月 魏林公益夫人同车 出去交游去 出行 患者拥起参胜 患者就是太监了 参胜了 叫拥起 也跟林公和男子同一辆车 那车上大概就是领多坐仨人 那孔子就没点多了 出 使孔子为次乘 孔子坐后边一辆车 招摇世过之 招摇过世 就是从这来的 招摇过世 然后这个男子呢 在这 华士招展的招摇过世 孔子就很生气 说 吾未见浩德 如好色者也 这句也是出自论语 看见了 所以这句话呢 现在是指着男子说的 是吧 大家如果都想 好色者的浩德给多好 可是没有 于是丑之 去魏 国草 丑之就是 丑这个魏定公 男子 就离开魏国去曹国 这一点的武定公 实际上记得这件事情 好像有点为孔子挤脱的意思 还是一礼相见 总之这是最大的一个绯闻 包括最近拍的孔子电影 里面也是周旭啊 男子 而且宣传海报 都是以词字为招揽的 孔子是圣人 圣人也是人的 大家有这种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人一代 所谓 圣人或者半圣人 能不能去见民生不好的人 那耶稣不是一个巨女 跟那个我们家可贵的警戒 打交道 打圣一天吗 比方说他也刺了好多婚 那小特鲁多不是跟那个民生 不太好 那是大夫 那是中国人 那见面 假如一个人居间 借民生不好居间 他脑子就非常必胜 长久了一下 那聪明的人也变得笨了 反而说 要为了政治正确 说孔子要不见 你看政治正确 可是那个政治正确 往往是虚伪的表现 他不见 不见男子 反而更虚伪 这个 我甚至觉得 这个不应该对孔子 什么脸色 因为他这见 他也是乱着当时 他那个礼 他至少按这上面来讲 孔子是按照 比如说他是一个 一个臣 或者一个 一个大夫 他来这见 那边 他说光是按理来做 所以他这个呢 他就说我见了他们 我完全不是按照正当的渠道见了他 我没有说下面有黑箱操作 也说得过去 但是这个话把它弄进去有意思 我未见浩德如浩瑟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深刻 就是孔子他说实话 因为浩瑟是个自然本性 你让他自己就这么顺着他下去 但是浩德是要修的 对 所以 这是说大实话 但是呢 他能够把这个浩德 变成一个像浩瑟一样的自然 那你这个人就修成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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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咱你们 就是一个世界的两条根本的道理 是 是 子爷子爷 忠庸 忠庸 诸位得也 齐智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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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孔子的孙子 但是 具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孔吉 写做忠庸 就是 这个 孔子在这里把忠庸 就是说 这是一种品德 忠庸这种品德 是至高路上的 是第一原则 当然 可是在 人民中呢 应该是久违了 不是 久违就是浅 就是少的意思嘛 在 人民当中 既有这种品德的人 是好久都 都讲不着了 是这意思 就是这个正品德 并不是一个 很流行的 是 讲这个 中庸 当然有很多解释 就是 其实 要我理解呢 中就是不偏嘛 就是正嘛 这个庸呢 我理解 不妨就把它理解成平庸 但这个平庸当然不是个贬义词 就是说 你不要去走极端去 不要去走极端去 你一切要 你不要去走极端去 你不要去走极端主义 你不要去走极端主义 就是这种民族品德 就是这种民族品德 决定的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 我平时做事也是这样 吃饭 点菜 这个 这好吃了 哇 这好吃 点点点点点 点几桌子 熟了 不符合中英原则 上肾 上肾 对 或者说 话要半胎 饮酒要半醉 都是讲的中学 不羊论比较 那天也比较肉眼 他一定要 一滴 吃的饮味要到 要充分 要一起过分 是 从养生角度也是这样 这不 好像日本长寿的多吗 日本百岁老人也好 这次采访一个百岁老人 说你这个养生秘就是什么 逢餐只吃七尊宝 是吧 是吧 就是这个 善哲海的也凭什么 也凭什么物品 其实也有这个 一用词呢 有这个解释 我听见一个民族讲 人家问他的宗教经验 他说 我谈到他什么宗教经验 常人常规 常情常理 我是基督教徒 我同意 我都告诉他道理 是说不清楚的 对 你叫常认常规 常情常理 那告诉他道理也在其中理 对 是 特朗普 特朗普今天好好学 他跳动 没错 那个是 真的是 缺乏 中庸之德 中庸之德 当然搞得大口小 那个鸡被狗挑 其实就是杀伤 对美国实力的杀伤 是 但 这是 出现川普 也不是偶然的 就是因为 也是 他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 对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才导致出现这个极端 就是说 如果不是政治正确 走到了尽头 也不会出现政治不正确 确实有问题了 才交往过正 然后 明治愿久矣 下面的愿就很久了 是 什么美国梦啊 好多人都签不了美国梦 是 是 没有肩包的人有什么美国梦 是 是 这是这一章最后一句 比较长 咱们读一下啊 子公爷 如有国师与灵 而能替重重和弱辱 可谓人温乎 子言 何事人 立言胜胜 遥顺其力有兵竹 夫人者 可谓人温乎其力而立人 谓人温乎其力而来人 能尽取辟 可谓人生发与您 子公和孔子的 子公请教孔子 说 做大便携上善人 说 博师与您 而能济重 诗 诗恩惠了 广泛地 对民众誓言会 并且 救激大众 做到这些 怎么样 算不算人 孔子说 何事与世 人哪 这比人可高多了 这应该成作圣啊 何事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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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这个是在这里 我不知道是 怎样 反正这个何事与人 大家通常也解释 何事与人 应该是毕圣 遥顺其有病主 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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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有病主 这个其 这个其的意思实际上是有反问题 连遥顺也不见得做得到 是这意思 有病毒 这个病就是 在这上面也有缺点 也做不到 然后 孔子就说 人 什么是人者呢 吉利利而利人 吉利利大而大人 这就是 孔子解释 人的正面的那个 我不是说 人之勇都可以有 阴阳两面吧 阴就是正面的 就是你要做什么 阳是你要做什么 阴就是你不要做什么 阴的那一面呢 就是吉所不应 五十一人 而吉所依的呢 就是吉利利而利人 吉利大而大人 那智和勇 都有这两面 一个是你要做什么 才算勇 一个是你不要做什么 那个也算勇 人也是这样 你要做什么 算人 你不做什么 也算人 这个吉所不应 五十一人 是对的 所以这个 孔子讲的 这个道德经历呢 它是全面的 很多人批评孔子说 这个吉所不应 五十一人 是一个消极的 其实一点都不消极 它正面的在这儿呢 这两是不同的 这一看就是一个 一个是positive 一个是negative 可是它同样重要 都是人的 孔子说的 你讲negative 从方位来讲 孔子说的 更加宽容 更加宽容 所以我要讲儒家 一定得这么全面的讲 这个 你缺一个 你都 学长呀 这个学生说不好 其实是非常全面的 最分量 最分量 分量很错 是 一律二律 对 一律二律 哪个人不想理 哪个人不想理 先帮他站起来 站起来 还要帮他发达 这个志向是何不可悔的 嗯 终于孔子没说 己所欲 十欲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 这样说就有问题了 你所欲的别人不一定欲啊 对不对 你咋知道人家也欲这个呢 对不对 终于麻烦了吗 可是这两个要是可以的 这个利 利足一世 谁不想利足一世 打 谁不想发达 对吧 谁也成功 无法达 你这两样 你是可以尽情地帮助一个人 即成功的 这没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的 你想的东西 别人都想 对吧 这是道理和命运 看了好 特朗普才两十万要学 是 美国第一 你美国第一人又被想到帮助第三次 帮助你的邻居墨西哥 帮助你的邻居墨西哥 最后 最后 能见几辟可谓人之邦 啥意思 能见几辟就是能够就近来 打比方 这个人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你就看看你身边到处都可以行人 到处都可以去 集园力人 就是这种 把博士移民集中这种东西 不需要有很多宏伟的这种 但是这个 这个能进去 就从你身边来找例子 从你身边来找例子 这句是不是就像现在说的 从我坐习 从现在过习 对 你可以用理解 对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出自诗经 出自诗经 孔子这里边说的很多话 都不是原创 因为孔子他也不能说 什么都是他原创 我们看看出自哪里 出自这里 这一篇 这一篇是诗经大雅里边 那个篇名叫 这个 义 就是这个义 义之这个义 要去投一个字 这篇名就一个字 太长了 钱不用管它 看那句话出自哪里 出自罪悟这一句 叫做 取辟不远 浩天不特 是吧 取辟不远 就是 你找这种例子 不用到远处去找去 你就在身边找这个例子 这个浩天不特 这个特呢 这个推是吧 这个推是吧 北京话还叫做推 怎么怎么知道 就是这个推 这个读什么 这个推的意思就是差的意思 就是错的意思 所以 取辟不远 浩天不推 浩天就是上天了 就是上天是不会出错的 上天讲乏是分明的 所以 你就 看你身边的例子就行了 你看看谁做了好事 上天怎么赏的 谁做了坏事 上天怎么罚的 这一次 所以取辟不远 你看你从取辟不远这儿 你再看这个能界取辟 其实就是你从你身边找例子 这一篇 那这个义这个 这一篇呢 太长了 这个实际上是说的是魏武功 他们已经说 这是用大雅嘛 大雅都是士大夫一级的 来给写的 那 这一篇里边 咱不用看全篇 这里边有很多成语都出的这一篇 你看看啊 看我 就是说 素心夜魅 白天干活 马上睡觉 素心夜魅 嫂撒情魅 什么的 是吧 这个 等等 这个 白龟之殿 白龟之殿 这个殿 殿屋那个殿 上口魔月 黛少屋这尘 这个 这长馅这尘 这个 找什么 那 頭我一桃 抱之一理 头桃报离 也从这儿来 把这个 词 《非灭命之言提提耳,耳提灭命,回耳尊尊,尊尊教导》 《非灭命之言》 你看看,好多好多,咱们不太常用的就不知道 莫能振蛇,蛇不可闷,都从这里来 《非灭命之言》 这个灭就是斑点,白龟就是一个白的玉石 他们上朝的时候拿一块玉片 那个上面,假如有一个黑点,你还可以把它磨掉 它去薄一点,不就把它磨掉了吧 尚可磨也,可是思言之念不可为意 你说出来的话,里边有瑕疵,你就没办法了 说出去的话,就泼出去的水 别人就知道你这个人生贫德了 你再改,来不及了 对,就这事儿,败给人家 好多好多,这个都是出的事情 所以,我也是偶然发现 我说这个人一起遇到什么意思 诶,不看啊,那是今天来到这里的 好,这个,这一章就讲完了 永远第六,讲三,讲八,讲八,非常好 好,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说完第七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